大家好,我是陸少奇 那今年是從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是畢業生 那即將要去讀國立中央大學的資訊工程系 那我是資安組的新生 那今年是第七屆的台灣好厲害的學員 那這個是我的結業簡報 在今年呢 這是我所參加的課程 例如有學到說Windows注入的弱點 還有威脅情資 還有它的逆向工程的方法 還有公共基礎知識 還有實作 還有一些關於漏洞分析的課程 另外也有學到一些跟Windows滲透相關的 或者是說惡意城市的逆向工程方法 還有像量子密碼 還有說像去北科大中心 聽演講就是關於政府的資安政策 這是我今年所學到的能力 那這是今年我覺得最特別的活動 就是到公共資安的實作課程 這次是去台南的資安場地 那那邊有很多機台 那我所做的是電力方面的 那剛開始我們就是測入這個機台的封包 然後我們將這個封包裡面的內容篡改了之後 再送回這個機台裡面 結果這個燈泡它就按掉了 那這個我覺得非常的厲害 那在公共安全這方面我是特別有興趣 那這課程我覺得收穫非常多 是跟其他的這些課程 是我最有興趣的 那也學到很多關於公共這個理論方面的東西 那希望以後有機會能夠接觸更多公共資安的課程 那關於教學經歷與獲交演講 在校內因為我有參加特殊選材 所以像以前的機器人研究社 就請我回去 然後分享這個資安特殊選材的經驗 然後告訴他們要怎麼樣透過資安這個學習 然後並且考上好的大學 那後來在寒假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對這個資訊安全很有興趣 所以我們社團就又辦了一個線上資安的入門課程 那這個課程大概這個四小時都有錄影下來 那我們是放在這個YouTube上面 也可以請大家來觀看 那這個是給完全不會資訊安全的人 給他們一些基礎的知識 希望對他們有所啟發 因為我也是用這個特殊選材 用資安這個方式考上大學 所以我決定在學校 向大家分享我的這些備審資料 還有關於這個面試的簡報與講稿 那這裡就有這個網址 也歡迎大家來這邊取用 那這個升學檔案我覺得還算做得不錯啦 那希望也是可以給之後的學弟妹很多啟發 在今年可以把學到的一些資訊安全的應用 在這個漏洞的除錯上面 在去年的時候我還是個菜鳥 什麼都不會 所以在這個台灣好厲害這邊學習 也積極在一些網路上面參加CTF競賽 學到一些更多資安的這些知識 那今年已經可以應用在實際上面了 像之前有參加特殊選材 或者是我對這個大器科學有興趣 那參觀這些網站的時候 就會發現他們有漏洞 那目前已經找到了XSS漏洞 還有PHPinfo的洩漏 還有Sequel Injection這些漏洞 那這些漏洞我都有寫信通知這些網頁的管理者 那都有得到好的回應 像這個是我們物理課史使用的科學教育平台 有XSS漏洞 那我就有寫信告訴這個網頁的管理的教授 那這個教授也很高興 他就回了這封信給我 接下來是我的CTF 在去年的時候我就有參加CTF 那今年我也是很積極的參加這個CTF競賽 那這個隊伍叫做燒齊度 那這個成員就只有我 然後這裡有這個CTF time的這個連結 那有空都可以上去看一下我的競賽紀錄 那以下表格會有這個表現比較好的 那表現比較好就是能夠打敗一半的人 叫做前50% 那目前已經在這個16個國家的CTF比賽 取得了前50%的成績 那可以說是世界級的資安個人隊伍 目前你在全球五大洲 已經集滿五大洲了 那得到前50%的成績 那在CTF time上面呢 2022就是去年的排名 我是第19名 就是國內 然後有89個隊伍 那國際排名是1280 有38240個隊伍 那今年的排名是13名 那國際排名是917名 是截至20237月14日 那因為當時進去查看排名的時候 沒辦法看到總隊伍數 所以目前就只有這個排名還沒有總隊伍數 那這些都是從20229月到20237月的這個資訊安全競賽紀錄 也就是第七屆的期間的紀錄 可以看得出來我每個週末都積極去參加CTF競賽 那只要有這個競賽我就會上去比賽 那也是個秉持去年的精神 就是上去就是實際去解決問題 那遇到不畏的問題 那我們比賽完也會看他的官方的這個解法 那學習到如何這個在資訊安全上面找到漏洞的技巧 那用這個學習的方法我也收穫良多 那因為今年是我高三升學 所以可能參加的課程或是CTF競賽沒有像以前那麼多 但是還是有升學績效還是有做出來的 因為今年政府的政策是開出一些資訊安全的特殊選材名額 那以下是我有投報的這個大學 像在每間大學我幾乎初審都有過 這些學校都有讓我去面試 那有去面試的話 基本上都有備取 那像這個台大我就有備二 還有讓我去面試 那這個清大也有讓我去面試是備取八 那中央大學資訊工程系是備二 那我最後是考上這個中央大學 然後還有新大 這個新大這個應用數學系的資安外加名額 這個就表現得不錯 我是正取一 那比較特別的是正大我有去報名 他也有讓我進入這個副審 但是因為跟今年的全國學科能力競賽壯齊 所以我就沒有去參加正大的這個面試 剛剛所提到的這些試機 那我有把這些試機都有截圖下來 那現在是給大家來看一下這個試機 那像這個是新大的錄取信 然後這是中央大學的錄取通知書 然後這是俄羅斯的資安比賽的獎狀 然後這是香港資安比賽的參加證明 然後這個是NUBE CTF的參加證明 還有這個是印度資安比賽的參賽證明 那心得 心得就如同剛剛所說的這個收穫很多 然後要感謝台灣好厲害給我這些基礎的 還有進階的還有實務的知識 讓我能夠在升學方面有所收穫 那另外就是在資訊安全的學習上面 也能夠學習到許多業界方面的知識 那我今年覺得最就是學到最多的算是這個公控資安 這個公控資安 因為現在台灣有很多智慧工廠 但是智慧工廠的基台不一定有這個資安的措施 那這個不只是純資安的理論 它算是一個產業的資安 那我對這方面的產業資安是特別有興趣 那關於這個未來展望 因為這個曾教授常常提到說這個低軌道衛星的資訊安全 那我在今年我還是會先將自己的基礎打穩 那因為之前有在學習這個太空科技方面 那也對這個有特別有興趣 那期許自己能夠將在資安還有在太空科技的知識結合 然後之後來研究這個低軌道衛星 那以上是我的簡報 謝謝大家 那也謝謝台灣好厲害 祝我升學一臂之力